这个女孩是个考了650分的学霸 可是她认为暖暖肯定是个学渣 却不料暖暖半小时做完的卷子分数 惊掉了校长的下巴 娜娜 你总算回来了 那两个臭小子没对你做什么吧 爸爸的思想真是坏坏呢 余宝宝和小云云才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我们只是聊了会儿天而已 谁叫傻闺女你长得太漂亮了 你这样出去谁能放心 哈哈 我看爸爸是吃醋了吧 爸爸羞羞 这么大个人了 还离不开暖暖 我怎么会吃两个臭小鬼的醋 疼 暖暖陪我的时间更多 该吃醋的应该是他们猜对 爸爸真是嘴硬 既然你不愿意承认 那暖暖就不拆穿你了 不过 爸爸 暖暖这么多年都在山上度过 很怀念上学的日子 你能帮暖暖办理大学的入学证吗 暖暖想去上学 这傻闺女一去学校 肯定有十万人迷 又有一大堆田狗追着她跑 到时候又要冷落我这个老父亲 不能让她去上学 要让她留在家里陪我 暖暖都没有念过小学 初中和高中 文化水平不够 是半不了入学证的 哈哈 其实师父在山上给暖暖上学的呀 暖暖早就高中毕业了 所以 暖暖是可以上大学的 另外不是也有很多学校 是给我们这样的家族开放的吗 大意了 没想到傻闺女是个得志体 美劳全民发展的美少女 这下还怎么拦着她去学校 而且学校里熊孩子傻小子那么多 就怕家里的缝纫机场 螺丝场 养猪场马上就要扩建了 想到要有那么多人要靠采缝纫机 给力家还钱 力思航就一阵头痛 暖暖要不就别去了吧 留在家里陪爸爸多好 放学我也可以陪爸爸呀 就像以前一样 学校里暖暖 可以认识很多新朋友 这是很开心的事情 但是爸爸帮不了我的话 那就算了 我去找四哥哥 他应该对这方面的事情比较了解 能够帮助暖暖入学 我都这么说了 这个小闺女还不肯放弃 要是让她去找老四 岂不是又要把我撂在一边了 那还不如我帮她去办呢 然后带着她一起就好了 爸爸突然想起来 我懂这方面的事情 爸爸可以帮你办理入学手续 你跟着爸爸一起去吧 好爷 爸爸最好了 不不不 而在全市有名的 山河大学的校长办公室 一位贵妇正带着 自己的女儿对着校长求情 不好意思哈 你家女儿的分数线达不到标准 是没有办法入学的 你说什么 我女儿很聪明的 这次考试指示 她没有发挥好 她在你们学校学习 肯定会给你们带来很大荣誉的 这是学校的规定 请你不要为难我 你们可以去选择别的学校 你就通融一下吗 我可以给你们很多钱 希望你能让我女儿年这所学校 这不是钱的问题 我们学校制度可是很严格的 这是不能被打破的 本小姐真的很聪明的 我可是大家族的小公主 让我加入你们学校 你们学校会很有面子的 我们学校大家族的人很多 不会因为多了你一个就感到荣幸 请你们离开吧 哼 失去本小姐 那将会是你们学校的损失 就在这时 暖暖和丽丝行走了进来 校长 帮我的女儿办理一下入学手续 请问你家女儿叫什么名字 她叫丽小暖 丽小暖 这件录取的新生没有这个名字呀 不好意思 分数线达不到我我们学校的要求 是进不了学校的 哼 本小姐都进不了学校 你有什么资格进 难不成你比本小姐还厉害 暖暖 是在别的国家上的高中 所以距离这里好远 就没有报这里的志愿 但是暖暖的分数是很高的 不信的话 校长可以考我 你们都说自己很聪明 要不这样吧 我给你们出一套考卷 如果你们做出来能够达到分数线 那我就让你们入学 好啊 暖暖没问题的 我可以接受考试 啊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 直接让本小姐入学不行吗 这还有考的必要吗 我肯定能过之前考试只是因为没法挥好 这位小姐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那你就离开吧 我们身为龙国内最顶尖的学校 是不会收你入学的 好吧好吧 真是麻烦死了 考就考 我一定能考很高的分数 超过这个丫头 我是最棒 最聪明的 于是校长给两人各自发了一套考卷 暖暖和另一个女孩开始考试 然而暖暖只是花了半个小时就写完了所有的考卷 拿去交给了校长 小姑娘 你这么快就写好了吗 这可是六张试卷啊 你不会随便填了一些答案就交上来了吧 呵呵 这么快就交卷子 肯定是因为上面的题目太难了 然后瞎写答案就交上去了 还说什么学会了全部的知识 真是爱吹牛 丢死人了 对呀 暖暖已经写好了 暖暖很认真的哦 答案都是认真思考了才写上去的 小姑娘你别开玩笑了 哪怕是全国第一神童来了也不可能有这个速度吧 这可是大学题 不是幼儿园的算术题 赶紧拿回去重新写答案吧 你再胡闹的话 可要失去这个考试的资格了 哈哈 不光爱吹牛 看来脑子也有问题 半个小时写完六张试卷 你答题都不用思考的嘛 真是太搞笑了 暖暖没有开玩笑 校长你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暖暖真的很认真的在写 哎 好吧 那卷子先放这吧 等另外一个小姑娘考完了一起看 你的答案估计都是瞎懵的 我都没有兴趣检查 但 校长你就看好吧 本小姐肯定能考高分 不像这个丫头一样怒虚作假 只知道吹牛 暖暖都说了 暖暖很认真的做完了 为什么你们不相信 七 等会儿看你丢人还差不多 你就别发出声音了 不要打扰到本小姐答题 不然考不好 那就是你的责任 你考不好 那肯定是因为你自己太笨了 关暖暖什么事 你可不要甩锅给我 可恶 你这个臭丫头说话可真气人 我懒得和你争 本小姐会用实力证明 你远远不如我 我才是最聪明厉害的 花了六个小时后 这个女孩终于写完了视觉 交给了校长 而暖暖只是在一旁 用手机看起了电视剧 嗯 不错 虽然你用的时间有点久 但是我看你答题的时候很认真 你这份态度还是很值得夸赞的 不像那个小姑娘 一点学习的态度都没有 居然看起了电视剧 谢谢 那当然了 本小姐不光态度认真 写的答案肯定也都是对的 绝对能获得超高的分数 嗯 自信的女孩是最棒的 那我就先开了你的试卷 校长开始检查女生的视觉 过程中 她微笑着点头 脸上浮现出满意的表情 嗯 不错 750的总分 你考了650分 勉勉强强达到了我们学校的分数线 已经能够获得入学的资格了 谢谢 都说了之前那次是我没发挥好 现在知道本小姐的厉害了吧 我考了这么高的分数 这个臭丫头怎么跟我比 她肯定只能考几十分 好好好 真是太丢人了 小姑娘 虽然你不错 但你也不能说别人坏话 我来检查一下她的试卷 看看她的水平到底怎么样 校长开始检查暖暖的试卷 看着看着 她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脸上流露出震惊的表情 我订兴随便宜